缅甸方向连传喜讯,缴漂港恢复建设,敏昂来为何松口了,连北大鱼全部落网,四大家族宣告覆灭,中国又取得一场重大胜利。 电炸遍地,叛乱四起,敏昂来难以为继。 这里是胜历史,订阅我,融入历史的大舞台,成为时间的见证者。 一提到缅甸现如今的国内局势,战争与混乱和数百万的难民,往往是抛不开的重要话题,在这一轮的武装冲突当中,原本置身世外的中国,数次遭受无望之灾,炮弹的越境事件,造成了中方人员的死伤,整体局势的混乱。 也让中方的再建项目不得不停滞。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缅甸国内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,在24小时内不断传来喜讯,首当其冲的就是交漂港恢复建设的消息。 1月30日,美国媒体报道称,在经过几年时间的拖延之后,缅甸军政府终于同意恢复由中国所支持的交漂港的建设,该项目是中国在印度洋打通出海口,绕过马六甲海峡的关键一步, 具有独特的地缘战略价值。 报道提到,在2023年,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与中国的中信集团签署了一份基于2014年交漂港建设协议的补充协议,标志着该项目得到了一定的推进。 中缅关于交漂港的谈判工作是从2010年开始,2015年中信联合体成功中标,但是该项目其实一直都处于停滞状态,原因是缅甸政府对于项目股权分配不满, 在该项目上,建设和资金基本来自中国,缅甸政府只出让港口的使用权。 如果缅甸政府想要拿到整个项目30%的股份,最少需要额外投入11亿美元的资金,这显然超过了缅甸政府的承受能力。 由于缅甸不愿让步,所以该项目的建设工作也一直处于停滞状态。 一直到2018年,该谈判才迎来曙光,缅甸政府引入了缅甸当地企业,共同承担建设费用,才勉强将缅甸政府的持股比例提升到了30%,但随着疫情爆发,该项目建设工作又再次陷入停滞,随后缅甸内部又爆发政变,缅甸军政府卷土重来,缅昂来上台掌权,因为种种因素, 缅漂港的建设工作之前几年长期陷入停滞,一直到去年年底终缅签署补充协议,该项目才迎来重启的曙光。 那问题就来了,在缅甸缅昂来发动军事政变,缅北战事迟迟没有结束的情况下。 中国为什么依旧愿意和缅甸政府重启缅漂港的建设工作? 这就要说到,缅漂港独特的地理位置,以及对中国能源战略的重要性了,缅漂港位于中南半岛西部,缅甸的南部,向西直接通往印度洋,向东是马六甲海峡,而印度洋到马六甲海峡是我国的能源运输命脉,中国80%的原油进口需要经过这条航道。 但是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权并不掌控在我们手中,而是在美国手中,张一海军基地就是美国把守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抓手。 换句话来说,一旦中美关系急剧恶化,美国是有能力在短期内掐断马六甲海峡通道的。 为了突破这种掣肘,中国必须拿出应对方案,以避免这种不确定因素。 在这个问题上,中国已经有了大量的方案,比如中巴经济走廊,重免经济走廊,亚欧班列以及可行性较低的克拉底侠。 但中欧班列主要针对货运,用来进行能源运输显然是杯水车薪,不太可能作为水运的替代方式,而克拉底侠的施工难度太高,就目前而言,只有中巴经济走廊起到部分平衡马六甲能源通道的角色。 而巴基斯坦境内恐怖主义势力猖獗,中巴经济走廊屡屡屡受到安全威胁,中国同样需要另外一个能源通道来作为补充。 很明显,中缅经济走廊就起到这一作用,角漂港起到的就是海运转路运的角色,在该港口建成投入使用之后,将可以通过管道每天向中国输送40万桶原油。 同样,缅甸军政府也有自己的需求和考量,自2021年,娘来通过军事手段推翻缅甸昂山素季政府后,受到西方国家的孤立和制裁,缅甸经济发展陷入停滞,在此情况下。 缅甸政府正急于寻求其他非西方国家的资金支持,中缅都有需要,所以双方一拍即合,重新启动了中缅在角漂港的建设工作。 美国媒体认为,该港口的建设将让中国与世界相连,并由此来对抗美国所领导的世界秩序,同时对抗印度在南亚地区的地缘影响力,获得一条新的石油与天然气的输送管道。 因为就目前的运输通道来说,来自中东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需要经过马六甲海峡再进入亚太地区,期间不仅面临着海盗的风险,印度,美国在沿线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基地。 而这两个国家恰巧对中国不是那么的友好,可如果改道走缅甸,那么中东的石油只需运入孟加拉湾,再改由陆地通道输送到中国境内,这将极大的发挥中国陆权强国的优势,并减轻中国海军在沿途的护航压力。 当然,有机遇往往伴随着挑战,缅甸如今国内的混乱局势是中国建设港口的一大困难,缴飘港所在地若开邦,更是盘踞着民族地方武装若开军,治安形势严峻,而中国的解决办法则是用经济发展寻求地区和平,这和美国的治安战战略有着天壤之别。 也不会让中国陷入永久战争之中。 同时,按照史听生研究中心中国计划主任孙韵的说法,中国在缅甸地区的策略是,应对当前的不稳定,并着眼于未来的稳定与合作,直接把看待问题时间跨幅放在了五年到十年之后,中国人不是在看明天的早晨,达成战略目的只是时间问题。 缅北大鱼全部落网,中国取得重大胜利,或许是察觉到了中国对于缅甸的看法能关乎缅甸未来的发展,针对中国所发出的反诈要求,无论是缅甸军政府还是民族地方武装,都进行了较为积极的配合。 根据1月30日的报道称,公安部网站发布消息,缅甸警方已于30日当天向我国公安机关移交了白锁城,白鹰仓,魏怀仁,刘正茂,刘正祥,徐老发这6名缅北电诈犯罪集团重要头目,以及另外4名重大犯罪嫌疑人。 值得注意的是,按照中国警方先前所发布的通缉令,尽管目前仍然有白鹰兰、魏荣、魏清松、刘基光四人在逃,但缅甸北部地区犯罪集团的几条大鱼已经全部落网,缅北四大家族已经全面覆灭。 这标志着我国公安机关在扫清电信诈骗集团的行动当中,又取得一次重大胜利。 而纵观中国警方在扫清电诈行动当中的一系列作为,既尊重了缅甸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,又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将中国群众深恶痛绝的电诈分子绳之以法,这份成就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历史性的。 四大家族覆灭,娘来要引以为戒。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,缅甸北部地区一直被视作是中国人的禁区,大量无辜群众被犯罪集团以各种名义哄骗到境内。 以暴力胁迫非法关押等方式,逼迫其从事残害同胞的诈骗犯罪,卷走了大量中国百姓的血汗钱,俨然已经成为犯罪天堂。 缅甸军政府在其中扮演了相当不光彩的角色,部分地方官员甚至与诈骗分子同流合污,沆瀣一气, 这也使得不少诈骗头目在明面上还顶着政府官员的头衔,例如明家的明国安,就曾是国杆地区警察营的营长。 此轮缅方向中方移交诈骗头目,似乎意味着缅昂来军政府已经同诈骗团伙彻底切割,重新重视起中国公民在缅甸的生命安全。 但从事实的角度上来说,这不应该是后知后绝的补救措施,而是两国关系往来的基本原则,缅北地区成为专门针对中国人的毒窝,缅昂来军政府要负首要责任。 当然,缅昂来的转向,原因也有可能来自缅甸政府军,在前线的节节败退,在同盟军进入国杆地区首辅老街之后,缅北四大家族的覆灭已经进入倒计时,缅昂来军政府此时将诈骗头目交给中国,既能起到安抚人心的作用,也有助于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,同时向中国表明铲除电信诈骗的决心。 而从缅甸电诈集团覆灭这一事件上,我们可以看出,不同于西方主流大国,中国向来对于干涉他国内政没有过多兴趣,但一旦涉及关乎中国公民生命安全的重大集体性犯罪,即便这些犯罪分子逃到境外,或者他们把基本盘放在境外,也最终难以逃过正义的审判,境外并非法外之地这句话,从来都不只是说说而已。 而对于四大家族的最终下场,缅昂来军政府必须引以为戒,中国会排除一切危害边境稳定的要素,而缅甸全国四处而起的叛乱。 也表明军政府现如今的执政路线不得人心,在这一大背景之下,以军事高压路线统治缅甸近三年的缅昂来,是时候做出改变了。 这里是胜历史,订阅我,融入历史的大舞台,成为时间的见证者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